另外一方為我們帶你來關注今天的政治焦點 立法院長韓國瑜在年後首度主持政黨協商 但沒有想到在70分鐘之後宣布協商破局 原本一開始是即將要來邀請新政院長陳建仁 到立法院來進行食安的這個專案報告 但經過了討論之後 因為黃國昌堅持要在禮拜三加開院會 讓民進黨團沒有辦法接受事後更強硬的拒絕 在協商的結論上面簽字 導致協商沒有結果 民進黨的立委吳思瑤炮轟 黃國昌是個人的英雄主義 而黃國昌則是反槍 這是造謠 在過程當中韓國瑜一度因為他的椅子掉了下去 他還說對不起對不起 是因為他聽得太激動椅子掉下去了 想要用這樣幽默的方式來緩解在現場緊張的氣氛 但沒有想到最後黃國昌選擇率領黨團成員 直接退席 打擦一下權益問題 我被太激動我椅子掉下去了 對不起 就在你來我往腔臨淡雨中 韓國瑜突然摔這一下 想用幽默化解衝突 不要化繭為患 還是很誠實的這樣講 休息十分鐘好不好 請大家在那裡先冷靜一下 休息一下 可是你知道今天我不讓你看我眼睛了 無奈民眾黨團不給面子直接退席抗議 就是因為黃國昌不滿將陳建仁 食安專報排在施政質詢前 更堅持要在週三加開院會 而不能排在週五還當場拒絕簽字 但三方各持己見 經過七十分鐘的協商 最終還是破局收場 沒有黃國昌民眾黨團的個人的堅持 這種英雄主義的堅持 我們都可以讓明天食安報告就上路 民眾黨讓這件事情破局了 吳思堯不用這樣見縫插針 沒有用啦 反而是吳思堯自己要講清楚 他為什麼在協商的現場造謠 說不實 黃國昌反駁是罪魁禍首 但現實面協商沒有結論導致議案凍結 至少得延宕一個多月 民進黨團炮轟 歹戲脫棚 國民黨也在協商破局後 這次召開黨團大會 沒有實安 沒有真相 立法院是一個大家為全民 來爭取權益的地方 不是一個舞蹈場 更不是一個秀場 畢竟眼下最重要的還是20號開議 陳建仁施政報告並備詢 質詢棒次也出爐了 勢必迎來一番腥風邪雨 華視新聞劉璣 簡紅企業新聞小組採訪報導 Hello 我是萊娅 想要搶耳仙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